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算下来 我已经让地球吃到游了一圈多 有人说水下是另一个世界 弥漫着蓝色的孤单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世界 我享受水下的安静 也喜欢这样简单的生活 我人生中第一块国家级金牌 就是在千岛湖拿到的 所以 这一次授课 我选择了位于千岛湖湖畔 城安的这所最美乡村小学 来给同学们上一节最有趣的语文课 我将带给同学们一首南壮诗人陆游的爱博诗作 陆游和我一样也是浙江人 他曾在古代淳安地区做过官 被称为最伟大的爱博诗人 写下无数爱博诗篇 我想和淳安的同学们一起认识陆游这个人 分享我的故事 聆听他的梦想 同学们 富文湘中心小学新学期 第一次升旗一次 现在开始 少先队员行队礼 鼓鼓上将有马超 张飞 关羽 还有赵云 还有广东 鼓鼓上将 他们在一起无敌 不会 六面 出台四面 来了 来了 吃点 苏雅来了吗 这是我们今天的老师 大家欢迎 他咋也好高 之前只知道 他是一个游泳运动员 感觉他长得非常的高 他很高 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吗 是宝珍 吃点 我是干什么的 游泳运动员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 那么我们接下去就准备开始今天的课程 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个游游 我会先把它写在黑板上面 今天这个字跟我们的课程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同时我们今天要一起认识一位游游 他叫陆游 他绍兴老家的山西村里写的 他绍兴老家的山西村里写的 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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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好 我想问问大家在座平时都有什么兴趣爱好 可以跟我说一说吗 游泳我贴不住 什么 游泳 学习最好的是那位 算他了 我第二 你第二 你也不谦虚 不谦虚 这位同学平时除了学习之外 跟大家还有什么互动的呢 好像没说 要不就是臭热脑或者是吗 臭热脑 我看你挺喜欢臭热脑的 好 那么我们进行一个真实的上课 首先我给大家做一下我的自我介绍 我叫孙杨 我是中国游泳队的队长 是一名游泳的运动员 那么我想今天到这里来 我希望可以跟大家有一个交流互动 我觉得在课堂上 同学们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 都可以随时举手随时提问 不用像平时这么约束 好 好不好 我们今天要来认识一个字 就是油字 就是油字 我先给大家写一下 油字大家可以想到什么呢 拖油 拖油 你很喜欢 我让你如果用一个油字 我给你造句 用这个词 你造个句子 上来给大家造个句子 来 上来 我们大家给它掌声好不好 来吧 来吧 怎么这么害羞呢 当然今天这个字 跟我们的课程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我为什么来淳安给大家上课 我想这个更重要的一个意义 是我自己人生中 第一块国家级的金牌 就是在我们不远的千岛湖 淳安千岛湖上获得的 当时我是未满十四周岁才十三岁 对 然后拿到了 男子全国公开水域十公里的冠军 在绕着千岛湖游了两圈 然后拿了冠军 对 对对对 是 当然我今天也带来了 我当时拿到的一个金牌 大家都可以去上去看一下 来 你不要急 2006年我还没输针了 这太少了 2006年他还没有出生 对 我也没出生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诗人 他叫陆游 当然他也有金牌 但是他不是晋级体育的金牌 他是写诗的金牌 他也是我们中国古代诗人中 写诗最多的一位诗人 流传至今到已经有 相当惊人的一个 一万 一个数量 对 一万多少 同学们非常 非常好 大家对陆游有什么其他更深的 意义的了解 来 你说 我们学过他们 他写的诗 学过什么 有点忘记 好 你先做 当然陆游也是我们的浙江人 也是我们的 应该说是老乡吧 他的家乡就在 绍兴 对 他的家乡在绍兴 这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就是 山崇水腹 一乌入六岸花梅 又一村 对 非常好 这首也是陆游在他的老家山西村里面写的 为什么在淳安讲陆游 我想还有个更重的原因就是 陆游在淳安做过地方官 古代的淳安这一代叫做延州 那么当时不但陆游做过 陆游的主妇也做过 他的儿子也做过 陆游有几个儿子大家知道吗 有三个 怎么肯的零个呢 有三个 八个 也不对 十个 陆游有七个儿子 就是他一 胡如娃 七个胡如娃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认真 非常富有责任感的一个父亲 他在儿子的身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他的一生中写了 三千八百多字的家序 其中他最著名的一首诗是叫做《诗儿》 《诗儿》是陆游的绝笔 那么什么是绝笔呢 就是陆游在他八十四岁临终之前的最后一首诗 那么这首诗里最重要的是《淡杯不见九州桶》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他要是离开了我们 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我们的国家统一 陆游他也是特别喜欢写梦为题材的一个诗人 他的梦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国家统一 城市繁荣 人民幸福 所以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这个同学 有没有自己的什么影响 他喜欢 他喜欢捏女人 什么 捏女人 雕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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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雕塑吗 没有 那你最喜欢什么呢 不能不说话的 他不能不怎么说话的 他不怎么说话 他不怎么说话 我们等会再问他好吗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是学习路由一首写梦的诗 就是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其二 我们现在接下去 你们手上有今天我们要上课的这个 这位同学怎么了 怎么哭了呢突然 他 他 他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呢 你怎么了 你怎么突然哭了呢 他就是上课不敢发言 上课什么 就老是奇怪 他没发言他就走了这样 没有关系嘛 你每个人都有嘛 我小时候也有打过出来的时候嘛 拿个纸巾 来 我擦一下 来 我们先不哭了好不好 我们这么多同学都看着 对不对 我们后面 我们后面还要出去做游戏 我们先擦掉好不好 来我们先擦掉 先把眼泪跟鼻涕擦掉 这样整个上课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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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在小的时候练习游泳的时候 也会像这位同学一样 就是他是答不出题目 很难过 那么小时候我会因为训练不好 然后教练不满意 然后会对我进行一个很严厉的处罚 然后我也会哭我也会难过 而且我小时候如果说训练学习不好的话 可能 我就要从游泳池去跑回家 这个是教练和父母给我的一个惩罚吧 那当然这个惩罚 其实也不能说可能只能打引号的惩罚 但这个是更 更多的是一个严厉的教育 希望我们有更好的表现未来 去不断地严格要求我们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位同学 他答不出问题 他难过 我觉得其实很多同学不用去笑话他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包括我今天 我也会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他能答不出来难过 我想他是对自己有责 非常高的目标 就是他非常希望可以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如果说很多同学他觉得他答不出来 他也觉得无所谓 他也嘻嘻哈哈 但是可能对自己就没有目标 没有要求 这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们再给他 我们给余泽蕾点的小声鼓励 同学们同一堂课现在开课 我先带着大家一起 我们把今天的课本读一遍好不好 11月4日风雨大作 开始 十一月4日风雨大作 送路由 将我无存无自哀 上司为国树轮台 夜来我听风吹雨 且马兵河入梦来 非常好好的 那么路由的游是哪一个游呢 游游的游 哪位同学可以上来写一下 谁可以啊 好 你来 给你来 你来写 来 我把你抱起来写好不好 不用啊 来 那你写这个 我把你稍微抱起来点好不好 来 写下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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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把你摸了 不是 它是跳在半沟沟 还是地上没有这么大的劲 你还想多想 陆游的游这个字很特别 一般说来 三点水的游字大概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姓氏 姓游的游 另外就是游泳的游 不过这个游字 原先也并不见得是一定要跟水游 它的意义上 应该等同于另外一个游字 那就是把三点水去掉 加上一个走之底 那个走之底 原本的意思就是走路的走 所以游就跟走游 但是加上了水 又是什么道理呢 你能看到它是一个方正的发 右边呢 上面是一撇根一合 很像铝型的铝 而游这个字 跟铝型的铝 都差不多意思 所以旅游旅游放在一起讲 而游呢 还特别指的是 旗子中间的飘带 我们知道 旗子上面有很多丝带 或者是布带 而这种飘摇的丝带的形式 就很像水流的波纹 所以加上了水流边 来强化这个游字的形状 我们今天如果也使用的话 多半它是使用在游戏 唱游 游关 陆游它的字叫物关 古人的名字 跟它的字是相关的 物是从事的事情 关也就是游关的 所以这名和字是连在一块的 那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下一段 陆游出生的那一天 就是风雨大作 陆游是身在我们淮河的船上 陆游的名字就是这么而来的 那一天风雨大作 电闪雷鸣 据说陆游出生了 风雨也就停了 陆游出生的第二年 他刚刚一岁 北宋的首都也就是我们今天的 河南开封 被金国的骑兵攻占了 当时连皇上都变成俘虏被抓走 北宋王朝灭亡了 那一年是靖康年 所以历史上这一年的王国之恨 被称为靖康之痴 当然我们的陆游也是非常爱国的一个诗人 靖康之变之后出现了很多爱国诗人 但他们要么束手无策在叹息 要么伸手求助只呼吁 都没人说自己要动手做什么 而我们的陆游和其他人不同 他是投身抗战 为国学耻 壮志应该说流传到至今也是壮老不衰 所以我也希望同学们可以 我想记住这位伟大的诗人 让一代一代我们传承下去 把这个精神我们传给我们自己 陆游的特点就是他不但爱国 忧国的情绪并且生命救国 陆游曾无数次在午夜梦会中 唱响河山统一胜利的荣光和幸福欢乐 爱国情绪饱满 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 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 那么今天我想讲到陆游很爱国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我 我所理解的爱国 那么我想我是作为一名运动员 那么我想我的目标就是义不容辞 把祖国的荣誉和利益放在第一位 希望一次一次可以把我们的五星红旗 在赛场上高高升起 所以我想包括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参与了这个深国旗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深国旗 听到我们的国歌有什么感受和有什么感想吗 就是做自己力所难及的事 我觉得可以做一些为国 为国家保护环境的一些宣传 那你来说一下你有吗 你所理解的爱国 听到国歌有什么感受吗 看到国旗升起来 国旗是怎么而来的你知道吗 用鲜血 战士的鲜血 用烈士的鲜血 当然每一次我出征去 不管是国外比赛还是在国内比赛 我们身上的衣服 我们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五星红旗 我想这个五星红旗 我想这个责任和担当 不仅仅只是把它印在这个衣服上面 就像今天我们每位同学 胸前的红领巾一样 他是用我们的烈士鲜血来染成的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 对他抱以最崇高的敬意 不管是作为你们将来学习的道路也好 还是我作为运动员也好 我想在赛场上能让五星红旗升起来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一个 伟大的一个梦想 而且我想美国人欧洲人可以做到 我想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做到 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比他们长 我们所有人经过努力以后 我想我们都可以达到自己这个梦想的彼岸 达到自己梦想的巅峰 我们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我觉得陆荣是一个爱国精神很大的 他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我觉得爱国就是 就是 长大以后能做出自己一所能及的 对于爱国的事情 现在要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做一个有用的人 报效祖国 爱国就是为国家做出一些 隶属能及的事情 比如说节能环保 节水 节电 我觉得爱国是保卫国家 为国家争光 所以说爱国不是一个空的口号 是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做好自己的工作 作为学生的你们就是读好书 锻炼好身体 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强壮的体魄 这个我想就是作为学生 你们目前所应该做的 好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堂课 就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这一堂课我们学了 路由这个诗人 他的老家 还有他写了多少 他写了多少诗 他是怎样的一位爱国诗人 我想我们大家对今天路由 都有了一个比较基本的认识 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对账 那么这一堂课我想大家在座的每一位都表现得非常好 我们给自己鼓励 我们下课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下课先休息一下 对账 我们下课就已经有了一个 这一堂课要上什么 刚才我说了 还有同学继续 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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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从颜色还好 还是从花纹从图案 或者摆的队列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像这种我们可以就简称为对账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对账呢 首先对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 非常重要的一种写作技术 对账使得我们的文字听起来 很好听也很优美 而且看起来句子也会非常的整齐 对账这个技术路由是做得最好的 古人说天下好的对账 好队友都被路由一个人 用尽了 那么接下去在今天这档课当中 我也请来了一位我的助教老师 来给大家更加详细地讲解这个对账 我们大家欢迎这位老师好不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你们觉得用对账 我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矩才可以呢 你们可以好好的看一看 讨论一下 对 互相讨论 好吧 我们大家可以互相讨论一下 好练没 好练没 好练啊 前面可以说听得懂吗 有什么你就可以举手说错 好啊 没有关系 你看他们也很多都说错了 对不对 可能说错也没有关系 不然我们再改了 好不好 讨讨论完了吗 这位同学 我觉得尖造跟石榴都是动的 都是动的 非常好啊 对账有什么样的规矩 首先第一个就是字数 要相等 对 字数相等 字数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老师讲了什么你都没有听到了 老师刚刚讲了什么东西 咱们班有个纪律委员 老师刚刚讲了什么 常常在上面讲的时候你听到了吗 其实啊 总结来说就是 词和词的词性 词性 最好呢 咱们是要一致 那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咱们孙岩老师 能不能和刘翔对呢 刘翔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啊 你连刘翔你都 你先刘 我天天今天 今天交了一堂友了 刘翔你都不知道吗 应该说刘翔 其实在 我一样年奥运会那一天啊 我觉得其实对我 还是有的很大的 这个激励和鼓舞 一个榜样的作用 当时我们大家 所有人都记得 就是他说的 谁说黄种人 不可以拿到奥运会冠军 他说今天我做到了 我证明给大家看了 我是奥运会冠军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所以当我看到他 跳上最高领奖台 然后把国企展开 那天我想 作为运动的人 我觉得非常主要 非常自豪的 所以我也是给自己 认识的 我说我一定要 我说在南奥运会的 最高领奖台 为我们祖国 为国家去争光 去争着荣 刘翔是一个跨栏 一个跨栏高所 也是中国一位 历史性突破的 一位运动人 应该对我们来说 是全对的 刘翔 孙 杨 刘和孙 都是姓 那可以对 是吧 翔和杨 能不能对呢 翔是 动词 那么杨呢 名词 杨树 杨树 所以 这两个词 一个动词 一个名词 他就对不上了 我们在 孙老师的课堂上 听到了一半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老师您好 我有一个问题 路由 它的气律 对账非常工整 但是有质疑的声音 提出来说 对账过于工整 就显得有一丝丝的 降气 缺少这么一点点的抑郁 我特别想 请教请教大川老师 您是如何看待对账的 是这样 对账 工整 是一回事 但是 出毛病 或者是 抑郁不够 或者是 显得呆滞 这种情形 诗人 是明白的 所以 很多的 对账 他强调 要用一种 流水的 形式 只要对账 剧的意义 不重复 或者 甚至还可以有开拓性 那就表示 这个对局是没有问题 特别感谢大川老师的讲解 我觉得我对于对联 有了更深的一层了解 我们之前看到过一副上连 上连是 鸡犬过双桥 一路 梅花竹叶 小鸡和小狗走过了冬天 结了霜的桥面 梅花和竹叶随风飘落 形成了一副非常美丽的图景 这是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是 小鸡的爪子走过去 特别像煮叶 而小狗的那个舞伴爪子 特别像梅花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关联 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 所以想和老师请教请教 要我做个下连 好 我不敢 我不敢 拿纸笔来吧 你要我马上给你啊 不着急 好 还有两个纸 催我啊 我们花了几分钟 五分钟 是吗 上连鸡犬过双桥 一路梅花竹叶 下连呢 风云烧雪尽 连风带云 扫着 这个积满了雪的小鹿 半瓶 山迹斜痕 衣服 半瓶 屏风的瓶 衣服 衣服的痕迹 好 谢谢 过关 好 那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对仗的规矩 现在呢 就由孙洋老师给我们介绍接下来的小游戏 好吗 那么分成两个队好吗 我们分成两个队 从徐瑞开始 这一排算一队 完了从周一开始那一半算一队 那么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小小运动会的比评会 分成三轮 有课文学习知识储备和身体素质的三项考核 然后第一项就是我们的对仗考试 小小运动会之对仗考试 本轮游戏分为两局 词对和诗对共加20分 第一局词对共8题 红蓝两对抢答 每题最快答对者得2分 我们第一次语音字 我们停在这里 那各位同学我们先判断一下哪个队对了 雨 雨 林队宇选这一封文 所以咱们 你来好不好 下个你来 来 来一个 好 你来 你来 小鸥鸟 来 来 帅行 贴上去 贴上去 这个答案对不对 对 为什么 就是来对去 然后红河燕都是动物 好的 所以你看你 可以相亲自己 对不对 答得很好 对吧 你要多点 来 我们鼓励一下 厉害啊 小鸣鸣 来 这个法 这个法 好 太棒了 所以你们要多鼓励他 对不对 来 可以 开始 好 谢谢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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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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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觉得哪个答案是对的 秋风吧 这个其实是出自于路由的一首诗 叫书粪 楼船夜雪刮周度铁马秋风大散观 我们叶雪就队里面的秋风 咱们把蓝队获胜一次 来 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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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说的同学 在赛场上只有做好自己 要想绝对的公平 就是自己强大 就是最好的公平 好吗 两位同学自己准备 来 开始 那么我们红队加两分 来 开始 你看第三个字 应该是一个 虚词 对 知乎者也嘛 啊 知乎 漂亮 漂亮 耶 打平啊 打平啊 你们那边挑选的 都是想得出来的 没有嘴啊 当时全排第二 全排第三 全排第四都要拿 对啊 全排第一那集 那两个第一号 第三集 总也比过了吧 好了好了 不要惨 比赛这个 比赛不重要 友谊不重要 比赛重要 友谊重要 友谊重要 对了嘛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嘛 那按照 如果你们两个吵起来的话 就变成比赛第一 友谊第二了嘛 对吧 起内讧了 我们比赛这个意义是什么 就是为了拉近 同学之间的距离 我在比赛中也输过 难道我输过 我就不过了吗 我也会哭 但是哭完还要擦干眼泪 继续勇敢去战斗 不能说哭完 自己丧失了斗志 那比赛就丧失了 它原本应有的意义 好不好 我们给自己的鼓鼓掌 加加油 好吗 看到他们的胜负力 其实我也是跟他们 非常像 我觉得其实是个好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要有斗志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一个战斗的斗志 那么他可能就算有这个实力 这个状态 他也没有办法把他真实的一个东西去表现出来 但是我想对于今天来说 他们通过这样的比拼 其实他们会从中收获非常多的经验 就是他们如何在失败中尽快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成功是如何去保持住自己的情绪呢 所以第二局我要对这个考试的比拼 有一定难度的增加 那么我们考试是师队 小小运动会之 队账考试 第二局师队 老师在黑板上写上句 红蓝两队分别写下句 优先完成并正确率高者获胜 每题获胜队伍得两分 我们第一句大家同学 我们可以拿笔记下来 白日依山静 太大 领先也不用太骄傲 落后也不用太沮丧 我们现在第二题 山头水负仪 好 那么虽然两个大家 时间上面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这位同学他有错别字 柳暗的暗写成了号 所以红队我们压两分 又打平了 那么我想我对这首诗可能有的更加不一样 跟同学有不一样的理解意思 我在16年的时候 李游奥运会 在比赛的第一日是男子400米自由 当时很遗憾 以0.13秒非常微弱的烈士 夺得了银牌 随之而来的就是铺天盖地的新闻 每题就是虽然痛失金牌 没有拿到冠军 当时我也很难过 一个晚上没有睡好 我自己告诉自己 专注好自己的泳道 走自己的路 你就会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其实山重水赴遗乌路 其实就像我第一天比完赛一样 我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人生陷入了一片黑暗 根本就看不到明天 但是我想我们后一句 柳暗花明又一春 就是我们不用在意结果 我们继续往前走 做好自己该做的 总会有光明 属于你自己的道路 心里调整之后 在接下去的比赛之后 在男子200米自由 我拿到了金牌 我觉得这个诗词的意识 也是跟我这个经历 是非常的相符 就是你自己心中 只要有信念有目标 做好你自己该做的 那么我想机会到了 可能上天都会眷恋 好吧 我想说就这么多 也希望同学 我想通过不断地学习 这些古诗 运用到你们自己的生活 和实际的当中学习去 好不好 雪儿思网校APP里 有一个AI老师 叫我爱记诗词 来 我们打开 我爱记诗词 将我孤村不自哀 上司卫国树龙台 夜兰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一半 全会 好 各位同学们 经过了上午文化课的 比拼之后 我们现在下午来到了 我们想脑力测试 我先说下规则 大家仔细听一下 小小运动会知 知识大转盘 鸿兰两队 需各选出一人 作为人形棋子 两队轮流转动转盘 决定棋子前进步数 获得相应提醒和积分 答对得分 答错 不扣分 积分先达50分的队伍获胜 你们选哪一位 当人形的棋子呢 人形的棋子要回答问题吗 人形棋子不能回答问题 不能回答问题 他 他 不能 不能回答问题 我去 我 你要当人形棋子是吧 好 那你当人形棋子 我想 我想 老师 你当什么棋子 你打气 那你当棋子 好 团队还是红队 石头剪刀布吧 好不好 一局定胜负 石头剪刀布 来 石头剪刀布 好 那么我们红队先开始转动我们的转盘 三 四 四 走 红队前进四哥 四哥 好啊 藏 藏石 藏石底 拼题啊 香港是一九九七年 哦 哎 等会儿 不是 不是啊 我看错了 对不起 我看错了 香港是哪一年回归祖国的 1997年 几月几号 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祖国 对对对对 没有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蓝队来转转盘 你们又谁来转 我能转 来 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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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六 文学题 一分题 孙悟空的第一个师傅是哪位 怎么办 普 普 普提祖师 对 打对了 nice OK 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谁 莫言 对 答对了 莫言 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是什么语言 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纽扣电池 千钻电池 链电池 锯电池 锯电池 而我们日常使用的干电池属于干垃圾 你不能提 提一提 这个有点不太 这个怎么说呢这道题目 中国第一位男子游泳项目奥运冠军是谁 尊雅 哪个项目哪一年获得的金牌 那边 零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一 牛 这位老师当得太失望了 2012年男子400米自由泳 当年破奥运会记录 辣 那么机会又回到了红队 追来转 来 小型 一 一 听 听好题了啊 中国第一位乘坐自主研制的载人飞船登上太空的宇航员是哪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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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知道吧 是 杨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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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答对了是杨丽维 叶 叶 叶 被誉为中国杂交水道之父的科学家是哪位 叶龙品 好 答对 恭喜蓝队 下一分 不要加油 我们都要加油 算用力一点 一 五 鸡与鸭游泳比赛 谁游得更快 鸭 为什么说是鸭游得更快呢 这部分 对 答对了 我们鼓掌一下 我们鼓励一下我们队 当然 蓝队表现也很好 21分 当然我觉得不要紧 这只是两轮的比评 我们还有第三轮的比评 我们拿这个小猴也是 我们的学儿思网校 我们在这个上面签个名 送给 今天的这个知识问答的 这一环节的优胜方 是我们班级的吉祥物了 既然说到 鸡和鸭游泳比赛 那么我们接下去的下一轮 第三轮挑战就是要到游泳池去游泳 出发游泳馆好吗 哇 这里是国家的水上训练基地 那么我的第一块国家级的金牌 就是从这里夺得的 这个游泳道有多少场 大家知道吗 50米 对 50米 我每天要在训练里面 游大概150到200场来回 所以说希望今天大家到这个游泳池来 也可以体会一下这个游泳的感觉 然后体会一下这个游泳到底有多累 我想这个累可能对你们今后的 学习和人生的生活道路上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就像人生有自己的赛道 游泳有自己的泳道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接下去的训练当中 可以认真去用心去体会 今后对你们一定会有帮助 那么我先下学给大家示范一下 完了之后 带大家到那边去进行 简单基础的训练好不好 好 老师准备一下 来 给大家看看 等一下 我к程 它根本不是人 它是鱼啊 我要说清楚 你不是全部是鱼啊 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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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哪呢 美男 不是美男女的 凡手中的美男女 国王 到了 接下去我们会进行一个 水上的基础训练 会由我们举下手好吗 我们先进行水上的基础训练 再从各位相对较好的同学里面 抽出一位 然后我们进行比赛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这里慢慢下来 慢慢 小心 不用怕 不用踩下去 没关系的 你干嘛 你干嘛 有踩下去 不是很大 你就拔下去 我们说让人把双手放到台子上面 你不要拉得很里面 拉得很里面你们就打不起来 拉到外面就有个边 被手全部拉在这个尺片这里这里 这个边上这个地方抠在这里 不是这里是这里 尽量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上浮的状态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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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这里是去提水 不是去提水 不是去提水 是记得是上下打腿 你身体要扭起来 你不要弯伸直 是上下这样子就打 你拉得很大 好 来 我们就 来 游 来 游 来 游 头下去 头可以下去 来 稳定 放松 放松 我把你拉出来 到外面来 到外面来 来 打 快打 快打 所以就这样腿再向下打一点 好 下远 我拖着你 然后你把腿打起来好不好 好不好 好吧 那你放松来 放松 来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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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向前在垂直 我放松 你会的 我会 你会啊 你会啊 那你一空间这样子 放松 你 你拿去拿去拿去 拿去拿去 拿去 他是打得最好的 好 同学们 这样子 我们现在从红队选出一个最好的 从蓝队选出一个最好的 最终来完成比赛 拿到我们最终的这个40分 蓝队选你 那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 红队的方语浩 发麻了 什么 发麻有一东西 还能不能有 不能有啊 还能不能有 不能有 脚抽筋了 手伸就觉得冷 然后脚又抽筋 脚发麻了 脚也没有 是 放以后脚也会抽筋了 什么 脚也会抽筋了 哪里抽筋了 哪里 哪里人呢 哪里抽筋了 让他大肥抽筋 发麻 哪里 哪里 这里啊 这个上面 这个地方 大肥筋 是不是这大肥这里啊 放松 放松 躺下 躺下 没关系 躺下 躺下 没关系 躺下 没关系 是不是这里啊 是不是这个地方 骨石头肌啊 很痛啊 好久没有 自己抖一抖 自己再起来抖一抖 放以后你还能有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知道还是不能有了 来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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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就拉我啊 不行 就拉我 不行 就拉我啊 开始 现在别紧紧 慢慢 游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走吧 好嗎 加油 加油 賽或者是進 在我們今天看就是爭勝 你們平常參不參與競賽 我參加過抗琴比賽 我參加過長笛比賽 長笛比賽 妳呢 我參加過舞蹈比賽 舞蹈 那更是體能活動了 是吧 但是賽這個字在中文 原先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先看另外一個字 主色的色 這個色子上邊是一個棉布 它的布手是個棉 就是一個屋頂 底下工人的工有四個 一個工 兩個工 三個工 四個工 塞入了 底下還有兩隻手 最底下是一個土 這個字就念色或者是塞 或者是塞 但是這個色子 它中間的一部分 就被當作是另外一個字的生符 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比賽的塞 上邊仍然是一個屋頂 四個工 兩隻手 底下那個土拿掉了 加上一個寶貝的被 這個被子是值錢的東西 甚至有些時候 在中國的古代的歷史裡面 它就是值錢 被子上面還有兩隻手 有奉獻的意思 拿著值錢的寶貝 在從事一項嚴肅的獻祭 賽是競神的意思 端午節 賽龍舟 你滑得比較快 這就是一個賽事 競和賽都意味著 人和人之間 一個不能休止的競爭 甚至衝突 但是它真的是衝突而已嗎 還是它是鼓勵我們向前突破自己 現在讓我們來回到教學的第一現場 加油 好 那麼我們的藍隊周子霖 拿到了這場50米的爭奪的冠軍 我們給藍隊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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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剛才我們看到的方宇浩 其實她已經是大腿出一個抽筋的狀態 抽筋是非常疼痛的 我自己是專業運動員 我非常清楚 而且方宇浩的年齡還是非常的小 那麼能堅持下來我覺得很不容易 而且我剛才在問她 我說她能不能堅持的時候 她私下在跟我說她說可以堅持 然後我覺得這種精神 我覺得是非常可嘉的 無論比賽最終完成的成績怎麼樣 那麼我覺得只要能堅持下來就是證明 我們鼓勵把握手 謝謝 方宇浩這個小朋友應該說她在班級裡 並不是最高的 可能她的身材也不是我們說最出眾的 但是她的今天這個 我們說她這個表現力完全征服我了 她在水里那種就是拼搏那種咬牙那種堅持 我是覺得她 我是能感受到她利用性的權利 沒有說放棄比賽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可嘉的精神 這個時候其實她體現的更多的是我們說 一個集體的一個榮譽感 其實今天我們這場比賽 本來我們就不是一定要分出誰勝誰輸 而更重要的我是希望看到 通過今天這場語言課 看到你們作為一個班級裡面 一個團體裡面能拉近大家相互的這麼一個距離 然後在今後的生活和學習當中 大家可以相互幫助 那麼接下來我會給大家每天頒發一塊獎牌 一些金牌 今天每一個人都挑戰了自己的不可能 我們中國人最擅長做的什麼 就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在國旗下我們說這個為國爭光 讓他們感受這樣的氛圍 我們需要更多的引導和方式 讓他們真真切切感受到 如何去愛護我們的祖國越來越強大 這種一種力量在支持他們 在培養他們 那麼今天我們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在國旗的下面 我們每人說一句自己心中最想說的話 我們表達出給大家聽 也表達給老師聽 好不好 祖國我想對你說 我長大後想當一名畫家 把祖國和千島湖的美麗風光都記錄下 您給了我這麼好的環境讓我學習 我長大以後一定要當一名教師 教書育人 同樣愛國精神 我長大以後想當一名科學家 發明一種太陽能汽車 祖國我想對你說 謝謝你給我了這麼好的學習環境 我長大想當一名軍人保衛祖國 祖國我想對你說 我長大以後要成為一名足球運動員 把中國足球繼續發揚光大下去 祖國老師說 比賽輸贏其實不重要的 重要的事就是友誼 然後還有開心 我想謝謝你 孫陽老師 我以後一定會好好學習的 我覺得我就像孫陽老師一樣 贏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塊金牌 我想再問一次孫陽老師 你還能不能來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大門永遠問你長牌 最後我覺得也是 給我也是很好上的一刻 我想無論何時何地在哪裡 只要國旗在我們的頭頂上方 只要國歌走旗 我們所有中國人我覺得都會 非常驕傲非常自豪 因為我們的國家現在 越來越強大 越來越好 我們不可否認 路由就是一個愛國詩人 一講到誰最愛國 好像路由就是第一名 但是我們也要另外回頭來思考 路由在他的一生之中 有將近四十年擔任小的官職 而中間還有父賢的好些個日子 甚至有一次是長達整整六年 沒有任何事情可做 在那個時候我相信他一定覺得 他的賽道上已經清空了 至少他不在他的賽道上 他覺得失望 可是他還會有夢 鐵馬兵合入夢來 那正是一個不休不撓 不停不止的賽道精神 他還在哪裡 今天我們第一課到此為止 謝謝收看 我心會 今天是你們的同學 會同學 今天要上梁子鵲敬 敬業與樂業 只要你一半戲歸零 什麼都沒有 上微博參與同一堂課話題互動 測測本期隨堂測試 你能得多少分 感謝鳳凰娛樂搜狐教育 同訓教育 西浪教育 微博教育 搜狐新聞客戶端 見美新聞客戶端 Zapper新聞客戶端 對本節目大力